你剛說的那些slogan啊 那一些什麼很有名的 什麼葡萄公啊 或是人客啊 或是逆砍砍什麼的 這些話都是 萬配來的 這個節目一方面轉型 然後一方面我的聲音也在 幫這個節目一起轉型 所以我們 魚幫水水幫魚啊 那你剛說我的slogan 譬如說 人客啊 鄉親啊 朋友啊 逆砍砍 哎唷 簡單就是好味道啊 我小學六年級我的第一個工作志願是主持人 因為我那個時候看了一個 一個綜藝節目啊 那時候的主持人最早是高領工高大哥 跟鄭經營一個 後來是一哥跟瓜哥 後來是瓜哥跟凡哥 我看了很多年我覺得這個節目好好看 好有趣 重點是 主持人站在那邊 不管你多大排的藝人來喔 再大排的人來 都排排站在他們旁邊 然後他們講什麼話 你要接話啊 就算他們虧你 你也會笑 重點是我就覺得 帶給大家歡樂好棒喔 他們用言談之間 就很輕鬆的達到娛樂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這個工作好好 我非常非常非常嚮往 我對自己很有自信啊 對從小 所以我就覺得 我們如果可以 以後去考一個相關科系 然後也認識到這樣的人 我們搞不好就可以進去 因為以前只有老三台 那一切還是以念書為主啊 然後等到我國中的時候 媽媽跟我奶奶就說 因為我爸跟我爺爺都不管嘛 然後老人家就說 那我去念個相關科系 搞不好會有機會啊 結果後來我就考上世心了 很順利的考上世心 但進去之後 那時候想說 哇我進世心了耶 然後我的分數是傳播管理 我就進去才發現 你是管理學院耶 現在不是啦 現在是傳播學院 那是管理學院 我要念經濟會計統計耶 哇 哇 我一直想說我要做主持人 可是後來發現就是這一塊 他真的要機緣巧合啦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我去念 電視相關科系 然後呢 我退伍之後呢 我就進了 廣發林立 然後那個時候 終於有一個節目要我了 少年特工隊我就進去 然後進去裡面之後 才知道 跟學校學的都沒有什麼關係 然後從頭到尾就是 一直不斷的在做道具 對 然後在想遊戲發展 對我們在做節目的內容 對我們在參與遊戲過程 然後讓節目可以變得完整 但這些東西 學校好像都沒有 跟我念的科系都沒有關係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喔好累喔 做幕後怎麼這麼辛苦 可是因為覺得很有趣 每次播出來的時候 你就覺得很好笑 內容很有趣 所以我就一直埋頭苦做 一做就做了 十年 幕後 這個節目就是把公司 一群都沒有節目的人 被停掉節目的人 或者是節目即將要停掉的人 或是已經閒置很久的人 通通湊在一起 然後這個節目名稱怎麼來 然後這個節目名稱怎麼來 那個時候公司呢 有另外一個部門是做週刊的 然後這個週刊呢 一開始很夯 後來呢 不夯了 不夯到什麼程度 在中南部的加油站 你只要加油 我就送一本他的週刊 然後那個老闆就說 不然你就做一個節目看這個週刊 那份起死回生 那節目名稱呢 就用這個週刊的名稱好了 然後那找誰做 結果公司那一群剩下來的人 哈哈哈哈 我們是剩下來的人 人家啊 真的我們是剩下來的人 我那時候前面的節目收掉了 然後有那時候的製作人是 就是他們做了一些偶像劇 然後的做掛籃 也有那個時候的企劃就留下來 最大的困難就是 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哈哈哈哈 我們製作人 說來來來來 你跟我出一趟外景 我說喔好好好 那你以前做過什麼 喔我以前有做過第一個這個 棚內 棚外的節目是 遊戲節目的 然後呢 那時候是在外面製作公司 然後主持人5566 喔好好好 那你應該有經驗 可以跟我去 我就去 他就拍了一家店 那一天呢是拍年菜 去第一家店是拍佛吊牆的製作 拍拍拍拍拍 喔喔喔 就搞剛才佛吊牆拍了四個小時 我就哇 然後回來呢 他就叫我把那一家店 整理一下 你覺得可以寫些什麼樣的內容去介紹 我就寫一些 他修修稿子之後 下個禮拜跟我說 蛤你可以去拍外景 我說蛤 就這樣 他說你現在負責一集的外景 然後我們要拍幾家店 他大概幫我抓的 內容是什麼 然後我去找 相關內容的店家 然後給他看 然後看完說可以啊 好那你可以去拍了 然後我就去拍 拍回來呢 就一邊拍一邊寫 一邊拍一邊寫 然後給他看給他看給他看 我根本就沒有 就是你沒有頭緒 丁丁沒有頭緒 要自己生一集出來 一開始的配音是 就是台資源台歌 我們寫的稿子都是以台歌的角度去出發 原本台歌配音的時候 是我會去拿麥克風 把那個他唸的稿子唸一次 用台歌的語氣 老翔啊你看這口味就是港港的啊 我的天啊 他那時候沒有我的天啊 是我的老天啊 之類的 然後我就把它唸一次 然後呢 台歌有空回來再把他的聲音補上去 然後後來我們不是停掉 在開始的時候 第二次重開機的時候 沒有想到台歌的時間他太忙了 然後製作人就說 那不然要找誰配音呢 那原本是阿松唸唱考音的對不對 那就去問剪接師 那阿松的聲音可以直接當那個播出去的聲音嗎 剪接師就說 那你問我 我從頭到尾剪的時候只有阿松的聲音啊 所以當然可以啊 就這樣誤打誤撞 但台歌有遇過我 我們倆私底下有聊過這件事 他覺得蠻有趣的 啊我很感謝他 我很感謝他沒空啊 哈哈哈哈 那台歌也覺得蠻有趣 就是只是幫忙配一個參考音 然後配出自己一條路 他覺得很有趣 這個蠻符合他說的精神 他之前在悶鍋的時候都說 怎麼演 亂演嘛 亂演就是演出那個精神 那我在配音也是亂配 你剛說的那些slogan阿 那些什麼很有名的 什麼蒲龍公阿 或是人家阿 或是逆坎坎什麼的 這些話都是 亂配來的 這個節目一方面轉型 然後一方面我的聲音也在 幫這個節目一起轉型 所以我們 魚幫水水幫魚阿 那你剛說我的slogan 譬如說 人家阿 鄉親阿 朋友阿 你看看 唉唷 簡單就是好味道阿 像這種東西就是 就是在過程當中製作人來問我 你有什麼話可以講 我就把它寫進去 就是我不是只是主持人 我不只是旁白 我是觀眾 帶著觀眾一起去體驗那個故事 故事那個過程 然後一起去罵主持人 一起去念製作單位 然後慢慢的在那個 他們給這個旁白一個角色叫 然後我媽就開始 因為這個節目走紅 這個聲音走紅 人家就開始來 唉唷 你們好戲做這個節目喔 對呀 對呀 他怎麼跟我說話 大家去說得這麼好 不然啦 他的幸福啦 然後轉過來偷笑 媽媽心裡有點小小的驕傲 到啦